华语小学堂家长包 什么是华语小学堂家长包呢 华语小学堂家长包是专门为家里有孩子 在学校使用华语小学堂的家长量身打造的亲子互动荷包 让家长与孩子能搭配华语小学堂在家使用 家长包里的产品丰富多元 从自学大教具 有声书籍 精美读物到创意动手DIY 所有产品皆由台湾儿童读物销售冠军的 试衣文化独家授权 品质优良保证 让家长能陪伴孩子在家共同学习 互相成长 营造中文沉浸式的教学环境 让学习中文变得轻松又有趣 走,一起瞧瞧华语小学堂第四册的家长包里面到底有什么吧 首先要介绍家长包里的第一样商品 七桥版抑制拼图动物、人物、交通工具篇三本 有声优良读物 这套有趣的七桥版抑制拼图内涵动物、交通工具、各国人物等图案 与一组精致的彩色七桥版 孩子可以透过拼凑七桥版的过程中激荡脑力、增强想象力与逻辑概念 建议家长搭配华语小学堂第四册 我的暑假单元与我的校园生活单元在家使用哦 例如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透过有趣的七桥版 讨论世界上不同的人种 并跟孩子一起分享如果暑假能去任何国家的话 会选择哪里和为什么 接下来家长包里的第二样商品是 交通工具学习试字图卡 这套交通工具学习试字图卡 包含36张全彩精美图卡与一支富有叉子的白板笔 内容包含常用并且笔画简单的国字 加大的字体搭配活泼可爱的图案 让学生能轻松学会国字 建议家长搭配华语小学堂第四册各单元在家使用 例如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玩找汉字游戏 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比赛看谁写得又快又好 再来家长包吕的第三样商品是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有身优良读物 这本精美的有身优良读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运用活泼可爱的图案 与在森林发生的故事 建立学生对色彩、规则与量化的概念 建议家长搭配华语小学堂第四册 户外活动单元在家使用 家长可以一起与孩子根据书中的线索 去推理到底小熊叔叔的柿子是被谁摘走了 认识秋天与秋季水果、柿子 并跟孩子一起讨论 秋天在不同国家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家长包里的第四样商品 英灵一上刷牙游戏书 这款刷牙游戏书是市医文化独家授权的大教具 在一般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 超大版的刷牙图、牙齿图、舌头图及脸图 带孩子认识正确的刷牙方式、蛀牙的原理、掌牙的过程、舌头的功效 绝对是家长在家帮助孩子学习的最佳帮手 建议家长搭配华语小学堂第四册 牙齿、视力、保健、单元、在家使用 家长可以透过这个精美的大教具 教导孩子正确的刷牙方法 并且跟孩子一起认识牙齿的结构 如法郎值、象牙值、牙髓 还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 除了刷牙外 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维护牙齦的健康 再来下个要介绍的是家长包里的第五样商品 洗洋洋时钟 让可爱的洗洋洋和好朋友们陪你度过欢乐时光 加大超新稀的字体 调拨超easy的指针设计 超好玩的迷宫游戏 让学习时间更有乐趣 建议家长搭配华语小学堂第四册 我的一天单元在家使用 家长可以请孩子用教具 播出平常在学校的课表 周末安排的行程 与晚上吃饭睡觉的时间 在精美的教具中绝对是家长帮助孩子认识时间的好帮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